已经确认获民主党提名的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 预定美国时间周一公布副首人选 据传贺锦丽已经展开面试 消息指出贺锦丽在官邸会见几位 可能出现的人选 但纽约时报指出 背后金主各自有心仪人选 这场副首之争已经进入丑陋阶段 由于贺锦丽选择在宾州造势 带副首一起出场 宾州州长目前最被看好 另外两人是明尼苏达州州长沃尔兹 以及亚利桑那州参议员凯利 凯利周末在贴文 说要专注服务家乡人民 随后删文 印发是否提前预告出局的揣测 副首还没敲定 贺锦丽的看趣先出问题 第二先生任德龙承认 她在第一段婚姻时曾经出轨 美国CBS最新民调则显示 贺锦丽以50%领先川普1% 上一次民调拜登还没退选 输了5% 而加密币市场似乎不再认为 川普必胜 开始退烧 一局暴跌超过15% TVBS新闻综合报道 TVBS大运动家 跟运动迷一起竞技的电行 马上下载跟中华队一起All Win